他想要传达给你的内心话是什么 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 我们来看一下他想跟你说一些什么话 我们来看一下你所想的这个人 他想要跟你说怎样的内心话 对就是用塔罗牌抽内心话 塔罗牌其实他每一张牌卡 也是有很多的想要跟你说的话好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想这一个人 他想要跟你说什么 我们的一一的来给他解析一下 魔术师 他跟你之间的感情 他想要在你的面前 这个看起来这一个人 犹豫不决 但是又很想要跟你成功 他想要在你的面前表现非常的好 我们说他想跟你说什么 这张牌卡代表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 你看他手拿你的权杖 这里全部所有的东西都在一手的掌握之中 那我们以女巫牌卡来说 他虽然是一个男性 可是他似乎所有呼风唤雨 所以他代表的是什么 他是能力最高强的 他想要跟你说什么 他想要告诉你是今天 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 他会运用他的知识 他的技巧 他的经验 他潜在的力量 甚至宇宙的祈祷 你想要的通通变给你 你想要的东西 他都会想要想尽办法的完成任务 奉献到你的身边 就跟你今天对一只猫好 这只猫他会抓了很多的死老鼠 排在你家的门口 那样的能量 也就代表可是你一定要非常的诚实的对待他 只要你愿意呢 付出你的真心以及诚实 跟他展现那一种信心 以及正常的交流 你想要的目标 他都会协助于你实现 不论是他自己变得更成功 或者是他可以协助于你 帮助于你去跟你想要的东西 做一个交流 他会把自己的能量 运用他的知识跟力量 满足你所有想要的东西 这张牌还代表的是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他把他的真心给你 他会呢开放式的怎样 把他所有的心里面 所能够满足于你的一切 都给你 掏心掏肺的全部都给你 只要你愿意让他感觉到自信 你不要让他感觉到 你的情绪去压抑 或是有所犹豫不决的 这样子他是没有办法 朝你前进的 你不要骗他 如果你愿意 他会怎样带着你一起 即使遇到了任何的困难跟难关 他会掌握这个命运 巧妙的狡猾的 骗过这个宇宙的能量 也要真心的跟你 往前进跟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对他不好 那我告诉你 他肯定会把你高高的捧起 用力的衰烂的程度 非常的高 如果你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他会非常的狡猾的 去怎样抵制你 所以这一个人呢 你一定要真心的相待 不然他今天不要你 他也是蛮狠心的 会抛下你 甚至虐待你 甚至欺骗你 也会怎样 把其他人的这个什么 负能啊 通通的就是还诸于你 那这边看得到的是一个权杖 他想要跟你拥有的未来 都是成功的哦 这张牌也代表的是 你们两个也会将好消息迅速的来临 所以近期的他 不论你们是分手断练 他会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甚至关心于你的能量 他希望你们的关系可以突破 超出现代的预期 甚至可以变得更好 如果这一个消息还没有来到 不用紧张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他一定会来 甚至他会跟你计划 而且迅速的展开你们之间的关系 关系可以做一个突破 甚至呢更要进 那最主要的是后面的阶段 行动阶段 这个是有一个变数的 他不是一个肯定的 他可能会因应旁边的环境 而导致于这一个行动 没有旅行 可是你看到这张牌 还此时的此刻 他的心中已经萌芽了 想要对于你展开一个行动 想要把你们之间的僵局给打破 这个能量是一个暂时的 他不代表的是永久 可是代表他起心动念 已经想要跟你之间的关系 再往前进 所以会有一个好消息带来 你们两个关系 会有一个意外的展开 他会想要跟你之间 如果你们吵架 他会觉得他不想再吵了 他想要和解了 可是万一你们吵架 他来找你们 可是你却给他的明确度不够 比如说好了要约会 结果没有约会 如果说你们已经说好了 某一天要约会 那可能他如果没有联系你 请你要主动一点 因为他可能是有事情耽搁了 可是只要你给他一点点的一个回馈 他会很快速的朝你前进 甚至跟你说明白 最后跟你说的是 如果你爱我 你就马上展开行动吧 因为我一直在等待着你的消息 我想要跟你之间的关系 是有一个突破的 只要你所想要 我愿意把全世界的东西 什么通通都给你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牌卡 这张牌呢是保健2 代表是谈判 那也就代表的是合作 你们两个人之间 他觉得我们需要再沟通一下 似乎在于付出 以及接受之间 我们两个的承诺 需要去做一些些的调节 如果说呢 我们在沟通跟协议上 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益 那可能我们就先暂时的休息 因为如果你们有吵架 他会想要跟你说 我们提出一种停火的协议 好吗 我们两个人不要再吵下去了 如果再继续的吵下去 那他会冷处理的这一段关系 如果可以 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呢 是平静 是疗愈的 希望你们的沟通 是达到一个平衡的 希望承诺是可以兑现的 那如果说 现在呢 要马上去突破 那可能是一瞬间 我们先打破这个僵局 我们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 可是这好像是需要一点的耐心嘛 这是需要一个严肃的决定 没有办法呢 马上的去兑现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嘛 我们可以去商量嘛 我们两个未来 跟你曾经想要我达到的东西 我们可以先缓一缓 他想要跟你人是突破僵局 关系更要紧 可是你要说更伟大的承诺 或是更伟大的未来 他觉得此时此刻先缓缓 不要那么的快速 他希望这种关系是慢慢来的 可是不代表说 他不想要跟你有未来 他想要 可是他觉得 他现在的能力还是有限 虽然他像魔术士一样 想要什么都满足给你 甚至像国王牌一样 他今天的能量就是怎样 他觉得他就是 他爱面子 今天你只要尊重他的面子的话 他当然会透过于努力 去给予满足于你 因为你就是他人生中的责任 他想要守护你 他想要保护你 他想要跟你自己的感情 做一个维护 不希望是有破坏的 他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因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他也很慷慨 今天有什么他都愿意掏给你 只不过 这个牌 他现在此时此刻 可能还没有办法 到一个财富自由的状态 满足于你说的需求 可是他能力所及的 他都会给你 这样牌代表的是 权力力量还有升职能量 也代表着保护 跟一起成长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觉得他的生中的自信 来自于你 他感谢于你给他的自信 他有时候会有一些 犹豫不决 或者是不果断 他会尽量的把这一些 缺点给割舍掉 他想要跟你自己 很建立的关系 是一种好好的成长 甚至关系是一个稳固的 那此时的他 他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 犹豫不决 可是这个犹豫不决的能量 来自于你 为什么 说是你 你如果给他满满的自信 他就会勇敢的前进 可是如果你给他是悲伤 不确认 那他觉得在这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获得成功 或者是得到 与你的赞赏的情况之下 他会不知道 他该如何前进 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 有一点不安 可是他想要更好的感觉 他会担心 你对他会有一种倦怠 他其实也很渴望 你们之间要有一种新鲜感 他告诉你的是 如果可以我们再次的连接 我们两个人 可以去展现我们 彼此热情的火花吗 我们可以去得到一些 可以实现于我们愿望 让我们慢慢的去前进 慢慢的去重新的评估 我们对于彼此的爱情 是要有一些真诚的 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些思考 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一直有看到 他想要跟你的关系有所突破 这个关系突破之后 他反而慢慢来 所以他会很热情的出现 但是慢慢慢慢的前进 那他是对于你之间的能量 他虽然有一时候有一些不满 可是他很担忧 有时候他的犹豫不决 会换得你的人墨 甚至你的厌倦 甚至他担心 我们的关系会变得复杂 所以如果可以 我们两个都学会了彼此 而是容易满足 不要太过于贪婪 所以这一个人说 如果可以 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前进 不要有更多的要求 我们先顾好眼前的事情 眼前的事物都能满足你 可是更伟大的未来 我们可以慢慢慢慢 一步一脚印的去 慢慢的旅行吗 现在还不是一个 可以达到最完美的 那种最终的终点 可是我们慢慢的前进好吗 有时候呢 他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思考 需要一点点的停留 你愿意给他一点时间吗 可是他是真心的 争议的 真诚的 想要满足于你的需求 只是他现在的能力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他需要一点点的计划 你愿意等待他吗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啊 给我一个赞 那这些牌卡就是他想要对于你说的话 将将天天跟心心天天聊语你们心 如果需要免费占卜的话 记得留言起来 我们下次见 第二组牌卡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所想的他 想要跟你说什么内心话呢 什么话语都说 就管他什么话 怎么打不开啊 选到猫咪牌卡呢 是不是跟我一样喜欢猫 可是我也喜欢狗 我也喜欢猴子 我也喜欢水踏 只要是动物我都喜欢 动物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纯真 所以我们今天用猫咪的动物牌卡来告诉你这个人的想法 他想要说什么 Oh my god 果然跟猫一样 这个人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他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爱护他 又是成长 怎么这些人都是有这样 他现在有努力的想要朝他的工作领域去前进 可是这个人 他又玩乐的心非常的严重 所以跟这个人的相处啊 我跟你说 他就是一个也是胡喧乱想的人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一个圣北国王逆卫啦 我们说逆卫代表他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然后非常的情绪化 难以自信 甚至他很爱口头承诺 所以他要告诉你的事 不好意思 虽然我的情绪不够于稳定 我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甚至呢 他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兑现 他都是说说而已 可是因为他透过这个说的能量 他想要讨你喜欢嘛 他希望你喜欢他 他希望他可以当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 他很喜欢跟人的交流 可是他在人类的感情的交流上 他比较有笨拙 他希望跟你之间的感情是一种顺畅的 虽然他有一点点的花心 但是因为来自于没有办法 谁叫我这么的受欢迎 我今天的花心是来自于 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 可是啊 我有时候情绪不太稳定 我又不会随便的挑对象 我一直是挑我喜欢的对象 而且啊 我的情绪起伏不定 所以要真正的能够入我的心的人有多少 当然是非常的少 非常的难啊 这是他所想要 所以这一个人是不是有点 至恋的程度 有点疯啊 没有办法 我就是照着牌卡讲 我可不是什么难难治愈哦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卡 这张牌的代表也是说 我其实常常在思考 我很容易暂停 可是你可以等我一下嘛 因为我在观察着一个世界 我倒掉的在看这个世界是 因为我想要用别种方式 换位思考去看看这个世界 或是用不同的思维去看这个世界 也许我很慢 可是不是代表我今天对于你的回应是冷漠的 而是我是觉得你给我的这一个讯息的背后 是不是有更深的含义 他不想要随便的回答你 他其实真的很想要鼓起勇气跟你前进 可是因为他现在倒在了一样 像掉在树上 他的身体是被束缚 他不自由 可是他一直在思考 怎么样让你有关系去一个前进 也许他会忍不住的跟你之间的关系 去做一个停止 或者是一个暂停 你愿意等他一下 让他需要有一点时间去做一个决定 他对于你的每一个字句的回应 他都觉得他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思考 因为他不想失去你 他很害怕跟你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结束 所以他的每一个字句 他都会经过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思考 而决定怎么样去回应你 所以他很努力的在控制对于你的情感 他想要知道你每一句话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他非常的努力的在解剖 解剖你的每一个字句 是不是有什么他看不到的问题 因为我有说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人 所以他一直在胡思乱想 所以我就会跟你说 他这个胡思乱想的能量 当然非常非常的强烈 他想要跟你之间的关系怎样 就是更往前进 所以他害怕他患得患失 都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胡思的乱想 所以他希望如果当他静下来的时候 你不要惊慌失措 其实他就是在思考怎样的回应你而已 就这么的单纯 那甚悲无逆味 他感谢你让他从痛苦中走出来 原本的他曾经经历了一段的痛苦 所以现在他能够感受到你身上给他的一个力量 他曾经困于旧的感情的困扰 甚至在一个悲伤的懊悔之中 他觉得透过于你认识的你 他觉得你可以释放他的生活 让他忘记不愉快的过去 他就会认识你是他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他希望可以跟你之间的感情 保持热光的前进 不要再让那一些曾经以前的失望跟绝望 可以再来侵蚀你 甚至侵蚀他自己 他觉得曾经那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都不想要再去听到了 他就预见你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他曾经有一个很长的悲伤 那感谢于你的出现 让他有快乐 他曾经受到他的情感呢 他可以去面对 甚至是可以去释放 他觉得你是他人生中 老天爷给的礼物 降临给他 感谢于你让他从痛苦中走出来 曾经的过去 他却愿意去哀悼他 他感觉感谢于你的出现 让他可以克服这一个情感的障碍 改变他生活的方式 甚至让他有一种新的关系 新的希望 所以他对于你充满的是一种感谢 让他曾经从混乱的关系中走出来 最后面我们看到这一个是 全这样恶 而可是是逆味的 他要说的是 现在此时此刻的他可能还没有办法 给予你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未来 可是不是他不想跟你建立未来 只是他现在刚从一个悲伤的人量 才刚走出来而已 他需要再更多的自信 跟更多的勇敢 才能把他对于你心中的那个热情点燃 他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他在找寻他下一个目标该如何的前进 那以前的那些的经验对他而言是一种教训 虽然呢 他是已经慢慢走出来 可是那个伤人还在他心里面 有一点点的隐隐的作痛 他现在还找不到说 跟你之间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可是不代表他不爱你 只是说他是刚好 我们说的就是比较像是 刚痊愈而已 所以他还没有那么快的走得出来 偶尔他可能还会再叠回那一个情绪里面 因为这里有一个圣杯锅 他偶尔会再点 他会尽量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点 再去跟你接触 所以他的讯息可能不会回应的那么快 他就跟你之间呢 充满着一种活力 他感谢于你让他重新点 他人生中的热情 跟充满着乐观跟自信 如果愿意 他觉得感谢于你的出现 让他人生充满着期待 他愿意呢 跟你之间不论是旅行 或者是勇敢的去朝向任何的领域 他愿意跟你一起去实现各种的冒险 跟各种的梦想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哪 他会想要带着你去 你只要跟他说 他都会怎样 整顿自己的心情 排除所有的万难 跟你一起去前进冒险 他觉得跟你一起探施未知的未来 他觉得非常的开心 他会感谢你给他满满的活力 跟让他的野心点燃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那个计划 他不知道还在哪里 可是他已经开始想要跟你展开了 人生中更美好的活动 虽然他的能量有时候会有一点善变 可是如果你愿意体验他 体谅他的善变 原谅他 有时候会突然把你们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暂停 那是因为过去的伤 他正在一个整顿 可是他绝对 绝对会找到那一个出口 只是时间还没有到 他现在就是会有一点点 我们说的热情的点燃 就跟那个火柴棒一样 点燃以后烧一下就熄灭了 可能还没有烟火那么的灿烂跟美丽 就是一种短暂短暂的 所以如果可以慢慢的累积 慢慢的彼此的取暖 你们的关系将会更好 喜欢我拍卡就给我的赞 那这就是他给予你的内心的 想要跟你说 那香香 每天更新 那 可以疗愈你们的心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如果需要免费的占卜 紧急的留言 我告诉你资讯 第三组拍卡 喜欢狗狗的你们 忠诚度应该是蛮高的 应该是希望对方 可以对于你们 比较忠心 是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一个人 他想要告诉你 内心的世界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狗狗要来跟你们说什么 你看这个牌有多新 我很少用 因为我买了以后 发现它是中文的 我这一个人 很抱歉 比较爱慕虚勇 喜欢欧洲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中文的牌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狗狗 想要跟你说什么样的话 你所想要跟你说 内心话 辛莱威是什么 好多的宝剑 怎么都逆位 这一个人 看起来呢 应该战狼欲非常强 不安全感也非常的严重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宝剑 宝剑二逆位了 来 如果今天你们两个人之间 有选择 他会希望 你对他从一而终 选择只能是我 好不好 所以这一个 他要跟你说的是 我的眼底 没有办法 融下第二颗沙 如果今天拥有你 我就只要有你 如果说你有别人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如果你有一点滴的 犹豫不决 他要告诉你 你必须要把身边的关系 给处理好 只有单一的选择是他 才能朝他前进 他觉得跟你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他会觉得 你的讲话 语气 让他感觉到羞辱 他会非常的困惑 每一个字句 其实就是因为他太叫呼你了 所以都会造成他心里面 过度的一个负担 他常常因为你的话 有了感到有一个困惑 他不知道他该何去何从 他也不太确定说自己应该扮演哪一个角色 所以他会容易感到筋疲力尽 他觉得跟你这个关系 他不是很肯定 他觉得他感到非常的挫折 他觉得你好像没有很认真的想要跟他做一个沟通 而导致于你每一个字句都会有一点伤害他的情感 所以他会不小心的想要保持运营你们之间的距离 他希望你们的关系可以更舒适一点 所以等一下你讲话是不是很凶狠 为什么这些人感觉你好像不够那么的爱 甚至他觉得跟你这些关系 我觉得我们好容易 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岌岌可危 是不是在失败当中 但至于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朝你前进 他很害怕 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你的内在在想什么 所以他只好四处的乱走 四处的去试图的看看你的状态 跟他对于自己每一步他都会产生怀疑 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讨你欢心 他找不到了 而且他也担心他快要没有耐心了 他对于你的感情 他已经不知道他自己该喝去喝重了 他感觉到非常的阻碍 甚至这段关系是不是今天要分手了 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不会持久 我们两个关系是不是没有那样的激情了 如果我们再继续的争吵下去 我真的快要选择放弃了 如果我们之间有很多的误解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恢复到原有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好像渐行渐远了 还是我们这种关系就结束了 如果我们再没有一个突破 我觉得我们好像会有非常非常的误解 重复的发生 那如果分手断练的人 他会告诉你的事 我们似乎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 处理好原有的那一个过去的压力了 那我们是不是各自的找别人 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所以这一个人他告诉你的这件事 他现在在把这个关系做一个厘清 我们是否要选择放弃你 而且因为他感受到你没有给他力量 你没有给他照顾 你没有给他温暖 甚至你曾经说过的那些的话语 在他的心里面摧毁了他的意志力 他现在感染了很严重的自我怀疑 他不知道你爱不爱他 他觉得自己全身都是弱点 甚至他有被你忽视的感觉 现在他觉得跟你之间这个恋爱的关系 他感觉到非常的挫折 他没有勇气再往前进了 他觉得跟你的关系是有点不安全感 他觉得你没有好好的保护他 可是他很担心在跟你继续下去 会继续的受伤 他情绪非常的低落 甚至他有一点点觉得 我是不是选错了伴侣了 你可以让他展现一些自信吗 你可以呢解开这个误解 如果他现在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好像有一点点的孤单 甚至有一点寂寞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误解 你愿意吗 你愿意像力量牌一样吗 给我呵护 给我温暖的 告诉我现在我该怎么做吗 可以温柔一点点吗 不要那么的严厉 所以这张扒卡都有那一种 要告诉你 你可不可以对他温柔体贴一点点 那通常力量牌跟战策牌 一起出现而去 他其实很想要看到你的美丽的样子 他也很想要在你的身边 展现那一种的美丽 所以他现在就不能很清楚的说 跟你的关系是何去何从的 他其实有时候他会非常的负面 他有时候会用另外一种情绪勒索 或者是不正当的方式 去想要得到你的关注 那是他的本意吗 其实这不是他的本意耶 是他努力的想要去得到你的关注 只是他方法用错了 所以他很努力的想要去展示 于对你的爱意 可是他方式错了 好像导致于你们的争吵 越来越严重 他觉得这张关系似乎 缺乏了一种方向感 他觉得非常失落跟无力 所以想要这张牌卡人 我觉得他就是太过于喜欢你 导致于他自己都在那种 压力崩溃的边缘 他担心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如果可以 你可以夸赞他一下 因为不然他一直觉得 这张关系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 他很担忧这张关系是没有未来的 他现在有一点绝望 可是不用紧张 因为战车牌代表的是战死 也是这一段期间 他想要跟你说 如果你们是分手断练的 他可能现在会比较想要休息 所以你就会觉得 跟他沟通的能量会有一些障碍 因为他想要跟你之间的关系 创造的是什么 他想要跟你之间的创造是 一种燃起热情 因为他看不到你们之间爱情的方向 才是一个重点 这一篇也看得到是 彼此你们两个人同意 都要提升自己的外貌 因为战车牌不论 郑立会都有那种 信誉啊 甚至外貌协会的状态 不然他现在有点 都在逃避这一个世界 逃避这个现实的感觉 因为世界牌另外也就代表 他觉得跟你之间的相处 已经有一点点算是现在有一点 绝望跟失望 甚至是失去的自由 他觉得不论他再怎么努力 好像都没有办法讨着你的欢心 所以你是不是要给他 一点点的方向跟明确 跟展现于你的爱意 因为他觉得这段关系 似乎有怀疑跟不忠诚 你们两个人常常的吵架 而导致于他觉得 我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你有别人 他也忍不住了 所以想要去找别人 因为我们说 保健衣因为代表是失败 甚至会去找新的选择 你们之间 柴米油盐都可以炒 而且炒得非常的久 那如果你们是暧昧关系的人 只能说 这一个人 他除了你以外 他有很多的追求者 但他是会去找一个合适的人 可是他会马上找到 不会 他会去很认真的去思考 一个最适合他的人 他是凝缺误燃的 所以他也是用高标准 高道德在检视你 所以如果你们有满足他的条件 他就欢得欢失的 很容易的想要断开这一段感情 他想要跟你之间的感情是 你可以给他一个指导吗 给他一个防围 而不是让他东奔西跑的 不知道往哪里前进 甚至他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这个联系不够于规律 而导致于他非常的患得欢食 所以如果可以 你们其实最需要最朴实的 早安晚安的回应 可是这一个人会有一点点退缩 因为他现在对这种感情没有信心 所以你关键牌就是什么 你要勾起的是 除了可以保护他的欲望之外 还有你的外表 要去做一个增进 让你们的关系重新点燃热情 有没有这个狗狗 两个爱心加满火烈的喷发 在冰天雪地当中 还是带着雪橇热情的前进 好吗 所以这一只狗狗 很需要怎样 拥有保护的力量 跟你给他方向 甚至如果可以 外貌的提升 或是你可以传一下自己的自拍照 让他感觉到 你对他爱的这一个存在 不然这一个人已经 渐渐渐渐渐的 好想要放弃这段感情了 喜欢我的拍卡 记得给我一个赞 如果这些拍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留言 将会告诉你 免账的方式 想一想 每天更新 疗愈你们的心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